落到如此地步投到我的门下 我就是把他当条狗养 也吃不了亏 什么 拿着用就是了吗 蓝老爷 兄弟在山里还藏了些银子 改人把他取回来 必将双倍封团 你我干嘛这么客气 赶紧按我说的去办事去吧 好 好 好 恕我不便相送 不便相送 老爷 你出手也太大方了吧 居然一给就是五万两银子 谢得称有的是银子 他会还我的 再说 他落到如此地步投到我的门下 我就是把他当条狗养 也吃不了亏 小人用钥匙求见崔大人 崔大人 崔大人 夏婷 黑子 老爷 你从哪儿把罗车找回来了 这是我的黑子 黑子 好样的 大人 我不但给你把罗车找回来了 你猜 我也把谁给你带回来了 把人带进来 是 走 喂 余大人 余大人 草莓知罪 点家 余大人 草莓当初不知道您是知仙老爷 要早知道的话 就算给我们一百个胆子 我们也不敢坑害您啊 余 大人 我们也是被逼无奈 找了家没人住的大宅子 开了个黑店 才干这伤天害你的营生 余大人 你就饶了我们两口子吧 你就饶了我们吧 余大人 扔他 好 起来 进去 你说是蓝大星蓝老爷 叫你们来找我的 回曲大人 是蓝老爷 让我们来找曲大人的 写德昌 战身为王 欺压百姓 撕开粮仓纳去赴税 今天居然还跑到我堂堂县衙 来找我说情 简直是岂有此理 来人 在 把这两个作恶多端的贼匪 给我打入死牢 是 走 走 去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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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有话要跟曲大人讲 请曲大人 让小人把话说完 好 你们先把信用轻给我带下去 是 是 走 走 走 你也先下去 是 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本官讲啊 曲大人 这是五万两银票 请向哪 还想本先报上你们的姓名 回于大人 本人叫牛三宝 是罗晨县小长安镇人士 于大人 本人是墨女娃 牛三宝的妻子 也是小长安镇人士 于 于大人 我们真的是被逼无奈 才干了这伤天害理的营生啊 我们家原本有四十亩土地的 可是顺之二年间 硬生生地被那柳橙县的 香绅兰大新给夺去了 我们没有了土地 可是我们也得活命啊 于大人 我求您饶了我们吧 我们愿意给您当牛做马 来赎我们的罪过 对对对 你们刚才所说 可都是实话 实话 草民说得句句属实 没有半句狂言 于大人 我们两口子 在九万大山里 也听乡亲们议论了 乡亲们都说 您是当今皇上 派到罗城的青天大老爷 乡亲们还说 如今罗城 和往日不一样了 可是我们两口子 干了这样 坑人害人的事 如今想回罗城看一眼 也不敢 于大人 我求您饶了我们吧 我们保证 我们再也不干 坑人害人的事了 我们再也不干了 于大人 那本先问你们 你们说你们的土地 为柳城县的乡绅蓝大兴霸诈 可你们是罗城县人士 你们的土地怎么会为柳城人霸诈 于大人 我们是罗城县人不假 可那柳城的蓝大兴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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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大人 他嘴笨 还是让我来说吧 好 于大人 从前朝崇祯二年起 罗城这个地方的老百姓 就没有了安宁的日子 天天都在打仗 一直到新朝顺至十六年 才算结束 当年战争 打到小长安镇的时候 所有人都跑光了 土地也撂下不中了 可是十几年过去了 等我们再回来时 却发现我们的土地 已经被那柳城县的乡绅蓝大兴 给无端霸占去了 我们去找蓝大兴说理 可他却说 我们的土地是撂荒地 是原本就无人耕种的 我们又去柳城县衙告状 可那柳城县衙根本不管 我们又回到罗城县衙 想请求县老爷帮忙解决 可是 可是没过几天 那县老爷 就被人给杀害了 我们的土地 是再也要不回来了 于是 我们找了家没人住的大宅子 开了个黑店 谋财但没有害命 莫妙啊 你们刚才所言 已经全部记录在案 如若有半句不实 本县将判你们欺瞒官府之罪 于大人 草明说得句句属实 如若有半句不实之词 甘愿接受于大人任何惩处 是 齐大人 留步吧 你们给我老老实实地待在柳城 不许到处惹是生非 小人谨记 屈大人教会 来 来 蓝老爷 谢老爷 事情办得怎么样 都办妥了吗 见蓝老爷的红服和名帽 事情办妥了 那就好 二位就展起在我的山庄住下吧 谢蓝老爷深意援助 请 请 看见了吧 这个就是柳城的蓝大兴 我留在这儿 你赶紧回罗城 向雷大哥和于大人禀报 行 那你可要仔细丢好了啊 放心吧 好 于大人 谢德昌和谢永亲 到了柳城县之后 就一直待在蓝大兴的山庄里 刚才手下回来报 说他俩中途还去了一趟柳城县衙 他们去了柳城县衙 对啊 他俩从柳城县衙出来的时候 他们还看到了 有一个穿七品官服的官老爷 把他俩送到了门口 看来谢德昌不禁找到蓝大兴做他的庇护 他专程去拜见了柳城之县屈酒外 现在看来啊 谢德昌已经不再是我罗城最大的火害了 你的意思 蓝大兴才是罗城最大的隐患 蓝大兴 你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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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女院呢 你们快向本官报上姓名 名女姓韦 名叫韦彩凡 罗承小茶安镇龙腾村人士 小女是韦彩凡的妹妹 韦静女 于大人 名女家位于罗承 和柳承两县交界处的 三千亩土地 不明不白地被人霸占去了 又一个罗承小茶安镇人士 听这位先生此言 好像罗承小茶安镇 已经有人来申过冤吗 的确 已经有人为了土地的事 向县衙申诉 于大人 我们姐妹二人 从顺治八年 就开始为我们家的土地 到处伸渊教区 我们从县衙告到府衙 又从府衙告到玄府衙门 一路告下来 却终无结果 听说罗承来了一位新知县 不仅剿灭了罗承 最大的恶官谢德昌 还把苗寨避难的乡民们 都招回了城内 并安抚乡民们安居乐业 于大人 我们姐妹俩正是奔着您于大人 于倾天的威名而来的 于大人 小女所言 正是我们姐妹二人 这十多年来 所经历的苦难 为师姐妹 请将你们位于 罗承和柳承交界处的 田产仪式 与本官详细说 民女裁判 先谢过于大人 于大人 我家祖上 曾是前朝广西晋江王 位于罗承和柳承两县交界处 三千亩藩地最大的殿农 从政十五年 广西晋江王朱亨英 将那三千亩藩地赠予了我家 从那以后 我罗承为师家族 变成了那三千亩藩地的 真正拥有人 可是 就在前些年 新朝颁布了 翻产边下新规之后 我家的徒弟 就不明不白地 被柳承县乡生 蓝大兴霸占去了 于大人 我就求求您了 帮帮我们姐妹吧 我就求求您了 于大人 为师姐妹 你们先快快请起 好 你们先回去 回去写好诉状 即刻送到县阳 于大人 诉状我们写好了 已经带来了 好 好 为师姐妹 诉状本官就收下了 你们刚才的陈述 尽调查如若属实 本官一定会给你们一个公正的答复 谢谢于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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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大人 你看 这一大片土地 那就是当年的静江王 赠武维家的藩田哪 罗承这边两千亩 柳承这边一千亩 总共算下来 是个三千亩的样子 这真是一片肥沃的土地 是啊 藩府的藩田 在我们这一块 那就是最好的土地 像当年 这维家给静江王做殿农的时候 在罗承啊 也是算得上 富于人家了 后来 成了土地的主人 那在罗承 差不多就是首富了 可是为师啊 没有想起天福 那维家 就没落了 老老老 来 现在这三千亩番田 是有何人跟着 是